大家好,我是阿笨 欢迎大家再读回来阿笨的星座大讲解 上一集我已经教过大家如何找自己的星盘了 然后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太阳星座、月亮星座和上升星座有大概的不同是在哪里呢 太阳星座首先很清楚的 一定是你生下来的那个月跟日 就已经主宰了你的太阳星座 那太阳星座就是原原本本的你 也是你对这个人生的那个观念 你的人生管是怎么样 是太阳星座在主宰的 那同样呢也就是你在熟人的面前 你在亲朋好友的面前所展现出的那个 就是你的太阳星座在主宰的 好来,这通常可以是你听到了某一句话 或者是你看到了某一个画面 你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出现在你内心的想法 那个呢往往是你的月亮星座在主宰的 OK,那所以呢 这个呢是很隐蔽很隐蔽的一面 你自己的家人也未必会知道 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也未必已经发现 OK,所以这个最坚最粗的最赤裸裸的反应 往往往往是关系到你的孩童时期的那个 跟它有关联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孩童时期 我们还在成长 我们所第一个第一次接触到的世界 给我们的观念 给我们的想法 就已经是在那个时候定型的 看到你的月亮星盘是哪个呢 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童年过得怎么样 OK,好来 再来的上升星座呢 其实就是你本身最想表现出来 给大家看到的 让大家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的 这个就是上升星座 也就是你平时跟不熟的人 然后新人士的朋友 也会搜手中的你啊 你会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关乎到你的上升星座啦 所以呢很多人呢 他们会说上升星座 通常是在30岁后看上升 或者40岁后看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的说谎呢 阿奔的见解就是觉得 因为30岁或者40岁 已经是你出来社会 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 已经有一定的年份了 所以这已经你在搜手中的自己 已经慢慢慢慢形成 成为了你自己的习惯 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个性 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OK 那比如说 我们拿天蝎座 天蝎座 OK 在10月份 10月23到11月21号 之间出生的你的太阳星座 就会落在天蝎座 那其实如果太阳在天蝎座的话呢 你看到这个人 你可能不熟悉他 可是他给你的定印象 你会觉得 他绝非持终之物 哦 他一定是不简单的 因为怎样 他给天生下来 给人的感觉是 他很冷静 OK 冷静得来 有一点性感 甚至是有点强势 那当然太阳在天蝎座的人呢 他们是 不吝啬于展现自己的那种 呃 他们还很喜欢做计划 甚至是做好计划之后呢 他们是压住目标不放的一群人哦 喜欢稳扎稳打 一步一步的实现 所以你有重大的计划 刚好你的天蝎座 你有天蝎座的助手 那你的计划成功率呢 就是很很稳的 可以先打下80%的 OK 那所以呢 太阳天蝎座的呢 主要 我们知道的名人呢 有Bill Gates OK 那还有呢 Ex Japan的Yoshiki OK Yoshiki也是天蝎座 还有Hillary 哦 我们也知道 他们是蛮有代表性的 天蝎座的人物 月亮天蝎座 我刚刚阿芬呢 也说过了 月亮星座跟你孩童时期 是有关系的 跟你听到一句话 看到一个东西 第一个反应 是跟月亮星座有关系 那月亮星座 月亮是阴晴固定的嘛 所以它是属于阴性 阴性 月亮的阴性 更加的把天蝎座的阴性 给强烈的带来出来的 所以月亮星座在天蝎的朋友呢 他们是失去了太阳星座在天蝎的朋友的那种理性 那种冷静了 他们的爱恨更分明 他们的情绪反应会反复更大 而往往月亮天蝎座的朋友呢 他们在孩子 就小朋友 儿童时期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不快的童年 OK 因为月亮天蝎的人 他们很很能够感受别人的情绪 很能够感受一些 世间很悲伤的事情 因为他们对这方面很敏感 他可能比别人放大了好几倍的感受 月亮天蝎的朋友 如果他们的另一半哦 出现背叛的状况 他们一定一定会保护 他们不见得跟你翻眼 他们不见得跟你大吵大闹 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们可能是暗暗来 暗暗来的报复你 OK 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被雷劈到 你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得罪了月亮天蝎的人 甚至是你什么时候得罪了他 你也不知道 这个就是月亮天蝎 好来我们看一下 名人哦 名人的代表 月亮天蝎有蔡依林 我不知道 OK还有舒淇也是月亮天蝎座的 不是美女 好了来啦 看了月亮天蝎之后 我们看一下上升天蝎 上升星座如果是在天蝎座的话呢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外表特征的 那通常他们不一定说是帅哥美女 OK 可是他们眼神一定有一双很犀利的眼 犀利的眼神看着你 看着你好像是要把你的灵魂看穿 再来呢他们鼻子鼻型通常都很好看 通常都是高高平平的 来我们先说一说他名人有哪些是上升天蝎的 有许若轩啊 刘德华 吴奇隆 有没有鼻子 还有王妃 来再说一说上升天蝎 哎 刚刚阿笨也说过了 上升是关于你收手方面的 你跟不熟的人 你跟陌生人接触社交场合的时候 你会表现出怎么样 OK 如果上升天蝎的朋友呢 他们其实一般上是尽量不喜欢说话的 他们不喜欢社交 他们不喜欢收手 OK 他们怕别人太靠近自己了 他想要有自己的隐私 他们一般不喜欢说话 所以呢 社交场的他们通常都是聆听的那个人 如果如果非必要 一定要他开口的时候 他才会开口 OK 而且通常他们开口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有话直说的 他们都是有话直说 所以上升天蝎呢 他就少去了那个太阳天蝎的那个矛盾 太阳天蝎他们在收手的时候呢 他们还会说先说好话 让你舒服一点 可是我心里面呢 可能是想的是别的 因为他不想伤你的心嘛 而且他也不想让你太了解自己 所以有时候呢 他不一定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的 正是太阳天蝎 可是呢 上升天蝎呢 他不一样 他是 我不管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要我说话嘛 好那我就告诉你 我觉得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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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上升天蝎 来再回想一下刘德华跟王妃 是不是说话比较直白一点 啊 好 好了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分大概大概了 分享了一些啊 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跟上升星座之间的不同 OK 也带入了这个天蝎座分别在这三个宫里面的不同 好了 那么之后呢 阿笨会以不同的星盘再带入十二星座进去 比如说啊 月亮星座啊 如果你的月亮在母娘里 如果你的月亮在双眼 如果你的月亮在巨蟹的话 会怎么样怎么样 阿笨呢 会再这样子详细的讲解的啦 欢迎谢谢大家啊 再一次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阿笨 想知道更多有关于星座的话呢 请按右下角的订阅 谢谢你